凌晨4点多大甲妈祖神教抵达 运离护卫泽园堂 大批信众跟随 挤报古错前的院子 这个行程相当罕见 因为大甲妈祖绕境 所停之处都是宫庙 而8号停驾的泽园堂 只是普通民宅 救护人家姓陈 泽园堂是他家的堂号 所有应该大甲妈祖停驾的地方 也是民宅 最小的民宅 甚至泽园堂 还有准备专属印章 要让来到此处的民众 可以留下纪念 也有不少人特地前来收集 为何胡伟镇北溪里的泽园堂 会成为九天八夜之旅 唯一停驾的民宅 原因要追溯到民国73年 40年前胡伟这一代人烟稀少 屋主爸爸新居刚落成 发挥善心 提供落脚之处给徒步的信众方便 也造就如今绕境的特殊打卡店 就算爸爸已经过世 屋主人就传承他的精神 敞开家门让信众稍作休息 大甲马祖爷每年都会短暂停留赐福 三星我将这样的视频 谢谢云林采访